起初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世界不适合生存 气温寒冷 暴风雪肆虐 食物匮乏 但是 嘿嘿 兄弟们 我做到了 上期我们就做好了一个能量塔 并且把它的框架已经搭建出来了 这个地下室呢 就是我们以后的种植基地 现在我们只差一个东西就可以开启这个能量塔 就是这个东西啊 兄弟们 青铜锤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开启这个能量塔了 我们在等待烧青铜的过程中呢 可以把这个地下室修改一下 我们要换成泥土 家里边泥土的数量还是太少了啊 直接在家里边开采一些泥土 我们这个工地尽可能做得大一些 因为我们要做很多的蔬菜水果 所以越大越好 诶 什么情况啊 兄弟们 我怎么莫名其妙完成了一个任务 来看一下这个任务给了一些什么东西 哦 好像是一些种子 黑麦 冰冻胡萝卜 哎 兄弟们 难道说它知道我们要种地了 黑麦应该是一个种子啊 还有这个胡萝卜 白萝卜 应该也是可以种的 太好了 兄弟们 我们先来把这边填起来啊 然后做把竹套把地勾一下 中间这个位置我们留下来倒水 现在只要一把锄头 咱们就可以耕种了 终于迈入了耕地时代 诶 这边的桃窑已经烧好了啊 我们把这个青铜拿出来 好的 我们现在来把这个 诶 好像是这个锤子啊 工程师锤 那我弄错了 兄弟们 早知道的话就不需要烧青铜了 来来来 搞一下搞一下 工程师锤已就位 诶 别跑 别跑 诶 跑什么跑呀 把这个锤子剪一下啊 随便扔一个破烂 来吧 用工程师锤点一下 它就会变成能量塔 怎么样 兄弟们 初级能量塔 这个东西是可以加煤的啊 加了煤之后呢 它就会使周围的气温变高 使农作物可以正常的生长 很不错啊 再也不会受到冰天雪地的影响了 我们现在做一把锄头啊 咱们就可以种地了 奢侈点吧 兄弟们 毕竟我们已经进入了农耕时代 直接来做一把青铜锄头 好了 我们来把锄头做一下 倒一桶水放进这个空里边 然后呢 用锄头把地勾一下 咱们就可以正常地种地了 兄弟们 这一天终于来了 我们终于可以实现食物自由了 今后再也不用为温饱发愁 可以看一下啊 现在我们没有加这个燃料 现在放 怎么可以种上去啊 它应该是可以种上去 但是不可以生长 我们可以试一下啊 我们家里边有很多骨头啊 把骨头分解为骨粉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催熟 现在能量塔没有开启 应该是不能催熟的 来试一下 果然不行啊 这里的温度太低了 至少需要零下五度 骨粉才会生效 我们现在给它添加一个煤炭 然后开启能量塔 这样的话就应该可以催熟了啊 来试一下兄弟们 哎 可以正常生长啊 很不错 现在我们就可以种地了 这个白萝卜应该也是可以种的吧 哦 对了 它现在是冰冻白萝卜 我们需要给它解一下洞 应该是需要放到萤火上面烤一下 来吧 作为一个起火器啊 我们先把这个萤火点着 把这个胡萝卜解一下洞 不过每次做这个打火器 真的是太麻烦了 我们争取早点把这个打火石做出来啊 有了打火石 以后咱们点火就方便了 好的 白萝卜也已经好了 给它种一下 这个白萝卜也是蔬菜啊 我们现在有很多蔬菜 但是没有水果 之后的话尽可能搞些水果 我们要营养均衡 哎 这个黑麦为什么不涨呀 还是0% 这个是被我们催熟到85%的 一直不涨 难道说这个能量塔要一直开启吗 这样的话我感觉有点贵呀 再来搞些煤炭 我们来测试一下吧 这边还是0%啊 还是不涨 那我们就继续等待一下吧 这个能量塔里边有三个煤炭啊 我觉得三个煤炭也烧不了多长时间 我们等待一会儿 再过来查看这个农作物的生长情况 OK 那趁现在呢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打火石啊 这个任务是给一个打火石的 这个特别棒 需要焦煤 焦煤的话 那是需要挖吗 哦 不需要 兄弟们 我们只需要做一个煤坑 然后用石砖围起来 再做一个煤炭堆 把它点燃之后 咱们就可以得到焦煤 那这个东西也不难啊 这个煤炭堆 只需要用煤炭围圈 中间放一个灰烬 咱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 哎 用什么拿呀 这个东西啊 工程师锤吗 哎 咱们还转方向了呢 等会儿 不对啊 看一下 铲子 哦 果然是用铲子就可以拿下来啊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用石砖 把这个煤炭堆围起来 下面应该也需要一个啊 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煤炭堆放上去 然后作为一个打火器 哎呀 这个打火器是真的反 木棍又不多了 再分解些木棍啊 作为一个打火器 有了打火石之后 咱们就不需要做这个东西 哎 怎么自己 自己点着了 兄弟们 那不管了啊 扣上一个石砖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等待焦煤的出现了 好的 兄弟们 我们现在去查看一下这个 黑麦的生长情况 看一下它有没有生长 应该不是零了吧 哦 这个14 这个28 都长了啊 胡萝卜 白萝卜还没有长 也长了一个 还可以啊 兄弟们 这个不需要一直开着 它现在已经没有煤炭了 只要在它生长的一瞬间 打开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 家里边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种植 我们背包里边 还有一个冰冻种子啊 这个冰冻种子是什么呢 我们点燃这个萤火啊 看一下 来把这个冰冻种子 放上去解一下洞 哎 好了 什么东西啊 草莓 枸杞 为什么这个游戏里边还有枸杞 这冰天雪地的药质东西 有什么用 种上啊 这个东西也是可以种的 那应该还可以种些东西啊 看下还有什么东西 烤肉串这个东西肯定种不了啊 这个育美人 育美人可以插在这个泥土里边啊 但是它不会长 哎 装饰一下也是可以的 再去看一下 我们家里边还有什么种子 对我们来说 食物肯定是越丰富越好 这是什么东西 雪果 它是水果 它应该是我们目前为止 唯一一个水果啊 哎 不对 枸杞好像也是 来 种一下 哦 这里的温度太低了 需要15度才可以生长 哎 哎 不能种也不至于给我吞了吧 我的雪果呢 埋地里边呢 哎 还带这样搞的兄弟们 直接把我的雪果给我吞了 不能种我吃了也行呀啊 嘿嘿嘿 嘿嘿 哎 难呀兄弟们 环境和我作对 游戏也和我作对 一个果子的还要吞了 我这 哎 出现了兄弟们 应该是bug了啊 在我的背包里边 哦 这边的焦煤已经烧好了啊 兄弟们 我的焦煤 我来了 兄弟们 我终于要有打火石了 终于终于不用做这个起火器了 嘿嘿 打火石 太爽了兄弟们 有 啊 这 不是 大哥 真爱酒 你别 你别太过分啊 真爱酒能用吗 不过这个打火石 还是和原版的合成方式一样啊 哎 双手同时持碎石 便可以当做起火器使用 哎 真的假的 来来来 试一下啊兄弟们 两个碎石 两个手拿着两个碎石啊 不过这个火堆还找着 先把它扑灭啊 OKOK 真的能吗 不是吧 兄弟们 哇 兄弟们 我们前期做了很多的起火器 浪费了最少有三组的木棍 没想到两个碎石就可以点火 而且还不要消耗 太难了 我这么才知道呀 不过话说回来啊兄弟们 我们现在要尽早的慢入铁器时代 有很多东西都需要用铁来制作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打火石 它需要铁锭对吧 来看一下 来硬的应该就是这个东西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需要什么东西 需要一个铁矿 还有一个木炭 这俩东西我们应该都有啊 不过木炭好像没有 看一下啊 这个锈铁矿我们之前翻箱子找到一个 这个锈铁矿还是有的啊 但是木炭没有 我们还需要制作一下木炭 木炭我们需要用九个木头来合成一个木堆啊 用这个木堆可以把它燃烧成木炭 OK把它放在这边啊 然后一个手拿一个碎石 哎 哎等等没打到啊 两个手轻轻一碰 哎等会等会 轻轻 怎么自己烧了哟 难道说我旁边有火把吗 我没有点呀 来吧 我们在木炭的旁边再烧一个黏土罐 把它放进去 拿上打火石 轻轻一滴 哎 我碎石呢 哦 这个碎石是可以消耗的啊 它是有几率消耗的 哦 原来它是可以消耗的啊 那我心里平衡多了 那我们就现在抓紧迈入铁机时代吧 这上边又是什么呀 高效合金演练 这个东西有必要吗 兄弟们 我觉得直接来铁吧 铁应该是最重要的啊 那好兄弟们 我们下期开始研究啊 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大家拜拜